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需要数据营销 一年前 他开始潜心研发一站式企业营销平台 去年10月 这个名为起排排的营销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起排排主要为网站提供搜索引擎推广 软文推广 舆情维护等方向的技术支持及服务 网站通过起排排平台 可实现收入和搜索引擎的自然快照排名 且按天计费 不到首页不扣费 起排排已经为5000家客户提供服务 产品终端客户综合续费率为30% 在全国有180家代理商 平台上线当月就已盈利 累计收入已达1700万元 今年11月 起排排完成数百万元天使轮投资 自方为如马资本 祝陈龙承诺文中数据无误 为内容真实性负责 铅笔到作客观真实记录 以备份速记录音 在农村长大的陈龙知道 他需要尽早开始承担生活的重担 在陈龙看来 从事销售工作 会增大他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大学还没读完 他就踏入社会 一直在互联网营销领域工作 陈龙第一次创业便是关于搜索引擎优化 虽然利润可观 但因核心团队之间在某些事上看法不一致 最终我决定退出 我仍想在这个行业深耕 我有过往经验 这个行业前景很大 然而真正推动陈龙决定创办起排排的临门一脚 是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团队 陈龙是前腾讯广告业务区域直销总监 现担任公司董事长 CEO林俊杰 拥有八年搜索引擎工作管理经验和五年一线实战经验 CEO胡奇曾担任腾讯企业产品B2B区域直销经理 起排排连创兼CEO林俊杰 由于陈龙之前也是做搜索引擎优化 在新公司刚起步的时候 很多客户都表示愿意追随我们 因此起排排起步也较快 陈龙说道 我国网站数量在520万个以上 如果用户在百度360等搜索引擎上 搜索不到公司网站 企业的网站就难以产生较高价值 相应企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被削弱 推广市场上流量砸成本高效果差 再加上企业都离不开搜索端的流量 CEO因此一直较为火热 但优化效果参差不齐 用户难以辨别 起排排的主营业务为优化企业网站自然快照排名 且按天计费 企业主获取搜索引擎精准流量的成本因此变低 对于起排排来说 复购率较为重要 因为老客户除了具有粘性还会招来新客户 所以团队也一直把蓄费率作为考核团队成员及代理商的重要标准 起排排将用户瞄准为有网站的企业 企业可以通过起排排提升网站质量 优化网站排名提升精准获客率 从而降低平均获客成本 这背后的核心在于我们的技术 仅资深优化师 我们团队就有50位 优化师会对网站标题 网站描述及网站标签进行优化 通过首页TDK 关键词密度等制定网站布局方案 并进行此链处理错误代码修正 优化师会以适应搜索引擎的规则和提升网站的质量为目标来制定优化内容 起排排按效果评估收费 优化后的网站搜索快照会出现在首页 搜索关键词也会出现在用户搜索引擎首页 因此我们是按天计费 如果效果达不到 我们会二次优化在百度的算法机制下 含有百度快照的企业通常为优质产品 排名较为靠前 起排排的网站优化即是以这个为目标 做企业的百度快照 自去年10月上线以来 起排排把模式定位直销家代理商的双重组合 申请成为起排排的代理商不需要缴纳任何代理费 企业主找代理商做网站优化排名时通常还会预存1万元即以上 代理商按一个核心关键词均价每天10元来收费 一个企业主的网站关键词一般不止一个 现阶段 起排排在全国已经有180家代理商 谈到代理商加盟的原因 起排排CEO林俊杰表示 首先能做出好的优化需要高技术水平人员 而技术往往演绎形成垄断性优势 其次对于小企业来说 招聘技术的成本高于直接加盟的成本 再次技术人员一涨 懂算法的技术人员难求 能够在实际产品中运用自如的技术更难得 最后在江浙户一代 起排排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 截至目前 起排排已经为5000家客户提供服务 产品综合续费率为36% 平台累计收入为1700万元 今年11月 起排排完成数百万元天使轮投资 资方为辱马资本 除了资金 我更在乎的是资方拥有中欧商学院 及正合岛资源 由于资方背后的LP几乎每人都拥有 一个运作良好的大公司 他们不仅可以规范 起排排的企业组织框架和财务 还能为起排排带来更多的大客户 陈龙这样认为 有没有成本更低 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 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 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 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 有很多朋友会说 拍视频的成本太高 海量生成不现实 所以今天推荐一款Sale神器给大家Cat Video 采用AI引擎 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 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 帮你捕获精准客户